我们必试信仰征服音 战胜撒旦的阴谋 创世纪第三章一字七节 耶和华神所造的 唯有蛇比田野里一切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神启示真说 不使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学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唯有圆当中那颗树上的果子 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学的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柔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见那颗树的果子 好作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却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便拿无花果树叶 为自己编做裙子 我们必是知道撒旦的阴谋 首先 我们是要知道 谁是撒旦 他对人类做了什么事情 撒旦是恶灵 要把痛苦带给人类 毁灭人类 他竭尽一切可能 使人类偏离神的道 所以撒旦这位蛇 出现在夏娃的面前 对他说 神启司真说 不使你吃园中 所有受伤的果子吗 蛇并非向夏娃提出了 一个简单的问题 而是他在实施罪恶的阴谋 摧毁夏娃 他的目的是接近夏娃 让他怀疑神的道 引导他最终吃 知善恶树上的果子 有时人们没有什么隐秘的动机 焦谈愉快 但我们必是牢记 撒旦的话 死终隐藏着罪恶的阴谋 在这件事情当中 魔鬼试探亚当和夏娃 怀疑神的道 最终违抗神 这是魔鬼的目的 亚当和夏娃 理应认识到 撒旦现在和他们交谈 有什么阴谋 但他们做不到 结果他们受到折磨 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 或是太天真 或是太愚蠢 无论怎么说 他们不信神告诉他们的话 所以他们陷入罪恶的陷阱 同样 今天的人们 在认识 走赐给的 洗和圣灵福音之前 也是愚蠢的 我们是要完全理解 撒旦如何接近我们 他如何在我们身上 实施他的阴谋 正确地与他周旋 撒旦现在试探 那些已经做了神公认的人 说 嘿 你们对信仰生活 为何如此的优柔寡断 为什么不参加一些文化活动 所以 有些工人离开了教会 到世界上去 说 我想活得更加自由 因为撒旦完全知道人类远弱的思想 使徒保罗在侍奉福音时 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经上写道 因为迪玛贪爱现今的世界 就离弃我 往天撒罗尼加去了 我们知道魔鬼的诡计没有改变 不信神的道 不会立即使每个人在身体上死亡 即使母人漏入撒旦的诡计 也不会立即面临身体上的死亡 撒旦的话听起来甜美得多 但是 人类听了撒旦的话 就踏上了通向身体和灵性毁灭的无情道路 我们是要认识到 如果我们听信撒旦的话 我们就会被他的诡计所欺骗 最终更加陷入他的罪恶里 如果我们即使被撒旦的言乱所欺骗 我们将完全露入他罪恶的魔爪 在无法逃脱的陷阱里被俘漏 这陷阱是毁灭的陷阱 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 除非人们仍有耶稣基督赐给的 死和圣灵的福音 因为魔鬼的目的 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我们的灵魂 然而尽管如此 悲惨的现实是 无数人仍然把他们的灵魂交付给撒旦 他们不知道撒旦的工作 陷入世界的宗教里灭亡 使徒基督徒现在设法与各种宗教合作 与联合国公众信息部交往的 非政府组织 世界宗教领袖理事会 现在正从事宗教团结运动 该组织以荣护宗教团结为目标 乍一看这是积极的事情 他提倡我们不应再在对宗教的差异上争乱不休 今天的世界混乱不堪 四分五裂 民族间彼此为敌 甚至同根同源的民族内部自相残杀 因此在这个时代 宗教团结的观念具有极大的号召力 但我们是要认识到 在世界宗教团结的问题上 存在着极大的阴谋 这场宗教团结运动的阴谋 破坏人们对死和圣灵福音 真正真理的信仰 即使此时此刻 无数的基督徒仍然被撒旦掠夺 但他们甚至没有认识到 自己正被掠夺呢 很久以前 我曾经对我身外之物的思想斗争激烈 在认识死和圣灵福音以后 我仍然停留在我的教派里缠播福音 但当我因为传播这福音 被自己的教派制绝时 我设法为那些愿意聆听神之道的人 离开了该教派 我的使徒牧师朋友们都竭力地安抚我 说 你不能在我这里传播神的道吗 他们设法重新把我送服在他们的教派里 他们努力说服我 提供各种诱惑 如果我的思想稍时不断正 我肯定还会留在那个教派里 如果我陷入肉体的情欲 这种可能性更大 但我绝不允许 我的老朋友们告诉我 他们从我这里听说了 洗和圣灵的福音是一种赐福 但他们的祷告没有改变 因为他们一直在祈祷 主啊 请饶受我的罪孽 他们把洗和圣灵的福音 只视为一种守灵的知识 他们自己心里不信这真理的福音 他们没有否认自己所了解的错误教义 只把洗和圣灵福音真理 堆积在他们的旧教义之上 然后信仰 撒旦对我们肉体的试探 足以欺骗我们的心 但我们必时牢记 一旦我们上钩 我们只能面临死亡 我意识到 无论我多么尽力 在我原先的教派里 全拨洗和圣灵的福音 都是完全没有用的 如果我既是留在原先的教派里 全拨洗和圣灵的福音 我的灵魂就会死亡 你们已经靠信仰 洗和圣灵的福音重生 但如果你们的父母 要求你们只在这里 全拨洗和圣灵的福音 换得制额的遗产 你们怎么办呢 大多数人或许不愿 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他们或许想 接受这个条件好处都多 所以他们愿意服从 肉体上的父母 他们希望生活安逸 但如果他们这么做 那么他们对真理之道的 守灵信仰就会完全死亡 而且不仅他们自己信仰死亡 而且无数的灵魂 由于他们的全教 不能靠信仰洗和圣灵的福音 重生也将死亡 我们不应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看起来他做的事情 只是妥协自己的信仰而已 但如果他在这个问题上妥协 他就会杀害在未来 有可能重生的所有生命 无数的假领袖 以牺牲千万灵魂做代价 所以我们不应如此轻易的统一 甚至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后果 反而认为我们能从 这笔交易中得意 如果我们在追求肉体 直接利益的问题上 妥协我们的信仰 不但我们的灵魂会死亡 而且所有通过我们 从罪孽中得救的灵魂 也会死亡 因此我们绝不能这样妥协 我们能靠信仰 借洗和圣灵福音而来的 神之真理得胜 耶稣借洗和圣灵的福音 以赐信托摩拉世人所有的罪孽 因此 凡死听说 洗和圣灵福音的人 都无比幸福 我们听说主接受 施洗约翰的洗礼 在十字架上死亡 托摩拉我们所有的罪孽 多么喜悦和幸福啊 当我对人们说 信仰这真理之道吧 使得人说 阿们 但是 一旦崇拜结束 他们便各自回访 这样祈祷 主啊 我今天又犯罪了 请饶受这些罪罢 即使我告诉他们 耶稣已经借他的洗礼 涨价了他们所有的罪孽 他们仍然祈祷 神饶恕他们至今所犯的罪 我讲道期间 向他们传播 罪孽和圣灵的福音 但他们心里容不下这福音 只能容纳悔改的祈祷 对此 你们能想象我多么失败吗 所以 我们必失与这些顽固的宗教主义者分离 郑柔神在旧热中说 我必不再将你们的五谷 给你们仇敌 做食物 以赛亚书62章第八节 虽然我们可以对肉体上的事情妥协 但我们绝不能对死和圣灵的福音 罪孽得赦的真理妥协 如果我们放弃死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的信仰就会死亡 如果你们对死和圣灵福音的信仰死亡 则那些通过你们领受罪孽得赦的灵魂 也会死亡 所以 我们必失捍卫 罪孽和圣灵福音的信仰 我们必失阴性战斗 战胜破坏福音的敌人 我们必失充分意识到 撒旦正试图削弱和破坏 我们对死和圣灵福音的信仰 我们必失采持相应的行动 我们不能轻易忘记 在创世纪中出现的蛇 说 蛇只是蛇 很久以前 折磨亚当和夏娃的蛇 就是撒旦 开始时 物种蛇并非在地上爬行 实际上它能够与人交谈 撒旦进入蛇 试探人类不信神的道 亚当和夏娃因为蛇的话 开始怀疑神的道 圣经说 他们听了撒旦的话 他们受欺骗 知善恶果树看起来越严 渴望吃到树上的果子 换句话说 他们现在认为蛇说的话 很有道理 你们吃的日子便柔神 一旦亚当和夏娃听了撒旦的话 撒旦的话显得颇具意义 受魔鬼欺骗的人 都认为他的话合情合理 但所有听撒旦说话的人 无一例外死亡 无论身体和心智 今天的经文使我们认识到 我们必是智责和反对撒旦的话 才能与主联合 为了获得纯金 我们必是把金矿投入熔炉 当金字融化时 杂质漂到表面 然后除去所有这些杂质 这样金字被提炼到纯度99.9% 如此得到的99.9%的纯度金叶 然后被浇注到戒指摩制中 冷却垂打成理想的形状 只有那时才能制造成金戒指 你们要成为神可以使用的信仰之名 你们必是经过不断的锻炼 你们还必是靠信仰赐和圣灵的福音 神得到抵抗撒旦的进攻 从而击败和战胜撒旦的言论 我们信仰赐和圣灵的福音 能够与撒旦做度争 成为被神使用的器皿 因此我们要成为神有用的器皿 必是从事多次属灵的信仰战斗 我的信徒朋友们 要做神的工人 你们必是自我度争 反抗自己的家人 还要抵抗撒旦 知道他的诡计 勇敢地击败他 说滚开撒旦 当亚当和夏娃受蛇的试探时 如果他们能认识到撒旦的诡计 对他说滚开撒旦 魔鬼祸时已经退却 但他们不知道撒旦的诡计 却实际上与撒旦站在一边 因此他们备受折磨 我们必是死终靠信仰赐和圣灵的福音 从罪恶中得救 你们认为我们陷入世界的情欲 会立即被淹死吗 这次我们渐渐地陷入世界的情欲 随后我们完全被俘漏 最终不能逃脱死亡的命运 魔鬼总是徘徊在我们身边 寻找攻击我们的机会 他向我们撒谎 等候我们半跌 陷入他的陷阱 蛇在今天的经文里 对夏娃说的话很有技巧 蛇问女人 神岂是真说不使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这些话出自诈骗张家之口 撒旦在神的道上增加了所有这个词 魔鬼增加这个词 有时删减那个词 使人们偏离神的正道 不久前 有些基督徒鼓吹苦难前被提的理论 你们认为他们争辩不会引用神的道吗 不 这些人也引用神的道为自己争辩 他们确实自己增添或者删减神的道 结果他们妨碍无数人正确的信仰神的道 用撒旦的教义培养他人 撒旦通过他的仆人全教 人们通过悔改的祈祷 通过自己的善行和服务得圣化 变成无罪上天 撒旦仆人也谈了神的道 但他们在全教时增加或删减神的道 这必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因为如果人们增加或者删减神的道 那些相信他的话的人就会在手灵上死亡 凡是听了信了 圣从了神纯洁之道以外的任何东西的人 即使神的道被添加或者删凑一点点 都不可避免要死亡 这些人只能积累更多的咒咒 他们与拯救无关 那才是撒旦的目的呢 撒旦的工作是杀人 所以魔鬼也把神的道摆在人们的眼前 撒旦瞄准我们一人还有更多人 因此魔鬼低声对我们说 你们果真必是那样相信吗 你们果真必是这样生活吗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代应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对撒旦说 是的 我们必是完全这样生活 真理有一个还是有两个呢 只有一个 既然只有一个真理 如果我们放弃这个唯一的真理 还剩下什么呢 什么也不剩 因为我们终将丧失一切 我们必是完全领会魔鬼的诡计 谨慎地与他们周旋 那些被魔鬼使用的人 甚至认识不到他们正被利用 所以他们执行撒旦的命令 因此为了保护我们不受撒旦的欺骗 我们必是充分了解他的诡计 换句话说 当我们与魔鬼进行斗争 我们必是想出对策 明白他的诡计 另外 当人们执行撒旦的命令时 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话 视为人话 而是魔鬼亲自说的话 由于早期教会的真信仰受到了严惩的妥协 基督教在中世纪时期陷入了千年的黑暗时代 这黑暗时代并没有随着中世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 而是即使延伸到今天的基督教 和撒旦妥协无比愚群 早期教会时期的圣徒和使徒 用他们生活捍卫和全播福音 甚至圣道 大所谓的教父 只是彼此争乱 猜失自己的舍问 结果对真理福音的信仰 在公元313年完全结束 所以 中世纪1000年 是世界完全黑暗的时代 你们知道原因吗 因为死和圣灵的福音已经被完全隔绝 因此 我们必失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用这种信仰战胜撒旦的诡计 我们必失认清 谁在执行撒旦的命令 回击他们的攻击 但是很多人在灵性上失败 最终被撒旦的言乱俘虏 属灵的黑暗时代降临他们 如果人们坚持对死和圣灵福音的信仰 当福音在全世界全播时 十度灵魂就能得救 相反 那些被撒旦欺骗的人 即使在接受福音真理后 也会丧失天下最宝贵的东西 即生命 现在魔鬼煽动无数的基督徒 竭力妨碍死和圣灵福音被全播 撒旦把真理的福音看作立四的福音 或信或疑 努力让人们即使支柱在假福音里 我的信头朋友们 基督教只是一种宗教吗 基督教不是一种人为的宗教 神造人 但因为人犯罪 堕落 神亲自降临于世 皆死和圣灵的福音拯救罪人 这怎么可能是一种人为的宗教呢 基督教包括信仰神赐给我们死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然而 人们不能理解死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把真理的基督教变成了世上一种纯粹的宗教 即使现在 有些人仍然在正确信仰死和圣灵福音的问题上妥协 但至少 死和圣灵福音的信仰不应被放弃 据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宣传和侍奉这福音 我们绝不能妥协 相反 我们必须与所有反对死和圣灵福音的人 开转守灵的战斗 魔鬼想方设法破坏我们对死和圣灵福音的信仰 说 你吃了不一定会死 所以 如果我们不还击 我们自寻守灵的死亡 亚当和夏娃妥协他们的信仰 结果罪孽进入他们心里 他们被逐出伊甸园 离开了神 因此 我们绝不能向撒旦放弃我们对死和圣灵福音的信仰 我们可以在其他的事情上妥协 必要时做出牺牲 但关于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的死和圣灵福音 我们绝不能放弃 无论如何 夏娃受撒旦的欺骗 先吃了知善恶受伤的果子 然后又把果子给他的丈夫吃 错误的信仰也是这样全拨的 拿任何一对夫妇来说 至少一人必是坚定地站在神的一边 如果两个人堕落 两人都必死无疑 如果我们信仰崩溃 我们将受到詹咒 神坚定了一人的信仰 使他们的灵魂不被毁灭 确证他们容不死亡 神制定了婚姻制度 使夫妻双方 至少一方坚定信仰 领导另一方 一方不走时 另一方弥补缺陷 起着领导模范的作用 撒旦通过一个人 要把另外一个人脱下水 相反 神通过一个人拯救另外一个人 换句话说 神和撒旦工作的目标完全地立 说到我们对神之道的信仰 无论如何不能妥协 我们始终承认自己的不足 我们在信仰我们走的意的问题上 绝不能让步 无论如何 我们绝不能放弃第四和圣灵福音 轴界以图抹我们所有罪孽之福音的信仰 我们绝不能在撒旦面前放弃 侍奉和全播这福音 那是因为 只要我们丝毫妥协对神的义的信仰 不但我们自己死亡 而且无数依靠我们的灵魂也将死亡 在守灵的世界里 信仰神的义绝不能妥协 我们绝不能放弃赐给我们生命的信仰 为了全播死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还必须忍受艰难困苦 那些违抗死和圣灵福音的人 都是罪恶的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如果有人阻止我们全播死和圣灵的福音 那么我们就应该反对他 如果你们像邪恶屈服信仰 则你们在神的面前也是罪恶的 我们必须理解神对我们说话的深刻意思 我们必须全心全意的信仰 使徒保罗对提姆太说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 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地守着 提姆太后书第一章十四节 神赐给我们的好东西 是死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必是争辩值得争辩的东西 我们必是坚持值得坚持的东西 即使我们在其他的事情上让步 信仰绝不能妥协 神说 圆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唯有圆当中那颗树上的果子 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尽管神明确地表示 如果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 他肯定杀死他们 他们没有认真对待神的道 心想如果他们吃了可能会死 这种思想令他们走向毁灭 谁也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哪怕在梦里 我的朋友们无数次告诉我说 你所说的洗和圣灵福音 是真实的正确的 但如果你这样全播福音 一切主流的基督教团体 都会把你称作异教头 这只能招致各种艰难 所以与他们妥协吧 承认他们的信仰也是正确的 但我告诉他们 请听 这正死我不再留在这个教派里的原因 你应该更加关心你自己 你在做牧师之前 应首先领受罪孽得色 你甚至还没有领受罪孽得色 怎能自称是牧师呢 你是个十足的骗子 在这里请对我诚实吧 你现在全教只为谋生 你应该到我这里来 听洗和圣灵的福音 学习洗和圣灵的福音 做神的真正的工作 我这样说 是因为我绝不屈服对真理的信仰 我还向他们全播洗和圣灵的福音 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拒绝 反对我 所以我与他们的关系就此作罢 结果 我实际上与老同事松软了 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因为就我对洗和圣灵福音的信仰而言 我在信仰上不能向他们屈服 我既是信仰洗和圣灵的福音 保持与义人的关系 至于那些反对洗和圣灵福音的人 我很容易与他们断绝关系 我绝不能与那些 信仰洗和圣灵福音的义人 断绝关系 因为这么做会妨碍我聆听神的道和过信仰生活 但我拒绝和那些无意与神工作的人发生瓜葛 他们只想根治人力自己的标准 干涉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有必要与这种人在一起 神真正的仆人 则不会放弃他们的信仰 但是蛇动摇和破坏人力地神的道的信仰 圣经说 蛇是最狡猾 诡计多端的树 乍看 撒大地人力无比仁慈 但他在背后隐藏着一个狡猾的阴母 阻碍人们信仰神的道 凡是没有阴性重归于神的道的人 都是神的敌人 即使我们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亲戚 无论谁来找我 我总是向他全播谁和圣灵的福音 我逐步解释福音的真理 当然有些人不喜欢 但我保证至少解释一下整个真理 如果他们仍然觉得难以接受 那么我会请他们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我对他们说 神已经拯救了你们 因为他非常喜爱你们 但你们却不接受 如果你们不喜欢这福音 就不要再来找我了 之后他们不会再来 即使对我自己的亲侄子 我也是这么说的 如果你们想要到我这里来 你们必须听这个故事 我会亲眼看到你们 是否愿意听这个故事 相信这个故事 如果你们倾听这个故事 心里接受了 则你们就可以与我交往 和我一起掰饼 但如果你们不信 祁和圣灵的福音 那么不要再来看我了 如果你们只想反对福音 而不是信仰福音 请站出来 实际上 即使我没有告诉过他们 他们也从不来看我 每当我有机会 我就请他们到我这里来 但是我也要让他们知道 他们必失聆听 祁和圣灵的福音 因为和那些不信 祁和圣灵福音的人在一起 是一件令人厌烦和无聊的事情 面对那些反对福音的人 简直浪费时间 所以最好结束与他们的关系 撒旦熟知 如何欺骗和杀害我们 所以 我们绝不能受到撒旦的欺骗 我们绝不放弃 对死和圣灵福音 真理的信仰 而必失全心全意的信仰 这个真理 战斗和战胜 我们的敌人 战斗双方 必定有一方获胜 失败者肯定成为 战胜者的努力 如果我们赢得手灵战斗的胜利 失败者将跟随我们而来 信仰随和圣灵的福音 领受容身 享受神的赐福 就我们手灵的信仰而言 无论如何 我们绝不妥协 现在 窗外刮风非常猛烈 我听到电线发出 萧萧的尖声 在狂风猛吹下 显得非常痛苦 当灾难降临到世界上 出现敌基督者时 开始不分清衡造白的 投杀百姓时 也能听到这般的嘈杂声 经上说 那些日子来临时 天上的星辰 坠落雨地 如同无花骨兽 被大风咬动 启示录第六章十三节 由于太阳不再发光 世上的一切活物 全部枯萎 死亡 天上的星星出轨 没有规律地相互碰撞 我们这个星球将毁灭 化成灰烬 正如今上写道 地上的君王 成载 将军 护父 壮士 和一切为努的 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的血里 像山和岩石说 倒在我们身上吧 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宝族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 启示录第六章十五至十六节 他们会这么说的 因为某些恐怖的东西将显露出来 现在人们必是信仰 洗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必是信仰神地我们说的一切 如果我们心里这么信 则我们就有了生命 但如果我们不信 那么我们没有生命 洗和圣灵的福音是拯救我们的真理 如果我们坚持这个真理 心里信仰这个真理 我们就能领受和分享神的各种赐福 但如果只阅读神的道 却不信神的道 那么我们将受神的咒咒 我的信仰朋友们 你们必是全心全意的信仰 洗和圣灵的福音 你们心里必是信仰神的道 你们必是信仰神的教会 向你们全受的神之道 谁向你们全拨神的道 不是神的教会吗 启示录第二章二十九节说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们知道这段经文的意思吗 他的意思是说 神通过他的教会 与他的仆人说话 因此我们必是听神的道 信仰神的道 我们不应把神的道 只看成是信件与言论的基本 我们必是全心全意的信仰 直到今天 你们有过多少次妥协 但现在你们只能妥协 可以妥协的事情 而完全地遵守应该遵守的东西 你们不能放弃 对死和圣灵的福音 属灵真理的信仰 那是因为你们的生命 微柔磊烂 如果你们在这个问题上妥协 你们将丧失生命 你们的生命危在旦夕 绝不能妥协 在守灵的世界里 我们不能妥协 而只能战斗并赢得胜利 从而拯救全世界每个人 如果我们过分妥协 撒旦就会极大的折磨我们 不断地掠夺我们 我们不能再妥协了 下个节目是什么时候 你们或是应该与家人共度 对吗 下次你们与家人 或者亲戚朋友 共度节育时 请把死和圣灵的福音 全播给你们所爱的人 我们自己的家人和亲戚朋友 还没有领受这些得赦 所以我们必须和他们保持联系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向他们 全播死和圣灵的福音 给他们领受罪孽得赦的机会 要不是出于全播福音这个目的 我们不会相聚在一起 也没有需要和他们保持联系 但同时 我们还必须小心谨慎 警惕自己 不要被他们携带的 世俗的病毒所感染 下周计划召开一次信仰复兴会 我们为这次的会议祈祷 希望更多的人参加 秋天已经来临 风日渐寒冷 不久我们还要在我们的退休中心 准备冬季的信徒培训会 每次季节都这样突然更替 我想到 周也会在他应时的日子 这样出乎意料的到来 我只希望快点来 现在福音正向全世界传播 有人告诉我们 现在使都讲西班牙语的人 正在阅读我们的收集 很久以前 西班牙是一个统治世界的强权 所以在拉丁美洲 能讲西班牙语的人很多 我们最新一本 用西班牙语出版的收集 大受欢迎 使都说西班牙语的人 必定能够领受罪孽得赦 为了维持全教事业 神的教会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源 我们还是要做大量的工作 我们必须即使出版 和赠送我们的收集 无论电子版还是纸质版 但我相信 神会为我们提供 必要的人力资源和资金来源 神通过谁工作 祂通过我们 随和圣灵福音的信头工作 神通过你们这些信仰 随和圣灵福音 在神教会里的人 成就祂的工作 我们能够正确无误地得出结论 如果我们的收集 分发了一万本 就会有一万个人 领受罪孽得赦 我们可以把每本收 等同于十人领受罪孽得赦 由于伊斯兰教统治阿拉伯世界 我们的收集不能进入这个地区 但最近我们开创了一种 向该地区分发收集的投进 有人要到该地区旅行 提议把我们的收集 带到某个阿拉伯的国家 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 所以我们计划尽快地用阿拉伯语 出版我们的收集 寄给这个人 使随和圣灵的福音 也能在阿拉伯的世界全播 这样福音正成功地在全世界全播 这是神所喜悦的 但我们的个人信仰如何呢 让我们在这里思考一下 我们是否与以撒旦为种人的世界 过分妥协了呢 如果我们要向任何人吃福 我们应该向神 而不是向魔鬼吃福 我们永远不能把我们的心 交给魔鬼 我们只能向神吃福 当我们向神吃福 我们将得福千倍万倍 但如果我们向撒旦吃福 我们将死亡千次万次 我们的走咒和死亡 也将荣无止尽地 全递给我们的后代 我们这些借洗和圣灵福音 重生的人 绝不能与魔鬼妥协 我们的信仰绝不能向魔鬼屈服 让我们献身给神 为了全播洗和圣灵福音的事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